先看科企 你评估持续了一年的打压 其实是否暂时会过一段落 方网股你看现时又是否一个吸纳时机 暂时看的时候 应该过一段落 就算不是暂过一段落 应该对应在去年的下半年来说 那个力度都会明显地减弱了 你因为始终会留意得到 其实上年的下半年 内地的经济增长持续地有一个倒退 未知是倒退 就是那个增长率 明显地有一个减少的状况 也会留意到第三季的数字已经差 就下跌到4.8% 但是去到第四季更加差 就只有4% 所以现阶段我们去看的时候 始终财新PNI刚刚公布了的时候 就得到46这个位置 一般来说50以上的 起码是价格的水平 46这个数字 已经去到2020年3月以来的一个比较低的状况 所以有一些相关的刺激经济政策出台 亦都可以理解 因为你始终第一季的经济增长来说 都是只有4.5% 就比起预期中全年的目标 5.5%有一个明显大的落差 所以就算财新PNI不是出过比较差的数字的话 第二季要谷的经济增长 其实都是一个事在必行的状况 但是到底政策推出了之后 市场有多大的接受 以至到整个投资气氛 是完全是有一个转变的状况 这个都需要时间来去观察 但是你说对于科技股来说 一个短暂的震荡 我相信都是倾向一个暂告一段落 现阶段来说 你说去吸纳的话 如果进取一些投资者 可以现价来买入 至于谨慎的投资者 可以考虑分两至三柱 现价入一柱试一试的情况 见到科技股继续会乱的时候 才再逐步加仓 也会比较可行 嗯好 嗯好